你是不想要 他就特想要 结果生下以后是这个样子 你们有没有互相埋怨 没有 说谁让你要 你说我当初说不要该多好 没有 现在已经生下来了 就全心全意地对他嘛 今天孩子来了 现在姥姥来的 来我们掌声有请姥姥和孩子 好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呀 哎呦不爱说话啊 不爱面对媒体 你说我叫韩汉 没事你说吧 叫什么名字 叫王玉涵 他现在这个恶劣的情况怎么样 目前是做手术了 通过那个燕燃基金会 燕燃基金会 免费申请做了手术 手术成功吗 成功 怎么找到的燕燃基金啊 是通过朋友 然后告诉我们 说有燕燃基金会 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申请的资料 然后递过去 然后就等着医院通知我们去做手术 特别感谢燕燃基金会 给了我们就像恶劣这样的孩子 这个福利非常感谢 我想把我那些惊讶和孩子那些未养方面告诉大家 所以其实女儿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她特遭罪了 对 我也怕跟我们家俩似的 不 你不也生了她吗 但是还是担心她生出来的孩子又是一样的 这女婿怎么样 完全挺好的 挺好的 她对我为你很好 挺好的 今天心愿是谁的心愿 还是孩子的 谁来说这个心愿 我老公说 行 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就是帮助孩子筹集治疗费用 她现在还要做几次手术 现在主要给她筹集资金是 我想给她打一些生长激素 生长激素 对 帮她长高一些 行 他们现在满心的希望就是不希望孩子跟自己一样 希望孩子不要走自己的老路 四位老师 我们来听听他们有什么助力 我们庆幸有一些遗憾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弥补的 就像这个小宝贝她的这个恶劣 我们也得到了这个治疗 凤凰古城 凤凰艺术年展 这个组委会愿意来助力你们这样的心愿 谢谢 就是你们的这个梦想我特别支持 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所以我们营朗文化也愿意助力你们的梦想 希望能够在孩子未来人生路上多一点助力 祝你们幸福 越是孩子有残缺 父母对孩子就越亏欠 但是同时也埋下一个隐患 就是因为有亏欠所以容易纵容 所以就在她的性情身心的培养上就惯着 那可不行 好不好 好 别的不多说了 希望你们一家幸福美满 谢谢 来 再见 谢谢 王宁和王贵涛夫妻俩一路走来命运坎坷 但是总有好心人帮助他们一路前行 他们也想把这种爱传递下去 让更多的人懂得感恩回馈社会 祝他们一家获得幸福 好 好